今天本土连续32天加零 指挥官陈忠也说了 目前至少有两个循环以上 都是零本土 可以说是再次清零 但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就是同时我们的境外移入 也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总共在今天是有新增了21例 那么其中有10例 都是来自于印尼的移工跟渔工 那么另外5例 是今天一度让大家比较紧张的 这5名孟加拉吉的船员 不过初步研判应该是旧案 不过由此显示 国外的疫情仍然是非常的严峻 专家也认为这是一个警讯 境外境内仿佛平行时空 台湾本土连续32天加零 但境外移入却创下今年新高 7号新增21例 这恐是一个警讯 事实上那时候在疫情震高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 可能这个未来有可能是要 跟病毒共存 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清零的效果是还不错 但我们的威胁现在是境外 还有这个变异株 这两个是我们现在的威胁 根据指挥中心资料 境外移入最大宗 有实力都来自印尼 包含9名移工 1名渔工 另外还有5名孟加拉吉船员 从新加坡入境 不过指挥中心研判 咒案可能性较高 对国人威胁相对小 但医师也发现 近期民众的防疫似乎也松懈了 我们发现我们诊所里面 给病人使用的酒精的用量 似乎有在减少当中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给病人 而是病人主动就没有再去 使用这些消毒的一个东西 国内肠胃炎 其实伤务吸道感染的病例 都有明显的在增加的当中 那未来在春节是不是会有一个 即使不小心从国外地方 一路一个破口的时候 大家如果在第一时间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就散开的话 你现在目前比较强势的 一个传染病毒株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风险 医学担忧境外威胁 万一漏进社区 恐怕还是得靠个人防疫 阻挡病毒扩散 虽然本土连续超过一个月佳龄 但接下来春节返乡 南来北往防疫关键期 得谨慎应对 绝送报道